这说五年了 五十年我都出不去了 都怪你啊 当初我要不是为了保护你 我也不能进来 你还怪上我了 当初要不是为了救你 我还不能进来呢 当初你们到底怎么了 我俩是剧院的演员 当时我们正在排练一场音乐剧 我是这部戏的男一号 对手为了得到我的位置 使用了卑鄙的手段更换了道具 把假的换成了真的 这个时候警察来到了县城 他为了保护我打晕了我 就这样 我因为故意伤害被抓进来了 现在你们知道 我俩当初因为什么了吧 那也不至于胖五年呢 就他之重伤害 哦 该 茶匙 原来你在这儿 你还有同伙 警官 他不是我的同伙 那是什么 他是我的人质 来 义父给大家介绍一介绍 为什么创造这么一个作品 我自己小的时候是学舞蹈出身的 对 我现在身材可能不太像 就是我想在小品里面 或者在我的话剧里面 加一些不同的元素进去 然后会不会更好玩 更加地创新一些东西 义父非常优秀 所以我为沈腾 为艾伦 创作了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 我跟大家稍微爆个料 义父是一个对艺术非常非常 严格认真负责的一个演员 在这里我听工作人员说 每天他都是排练到最后一个 把所有现场的 配合他们排练的编导也好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 全部请回家去睡觉去 一个人给他留了厂灯 排练到凌晨三点 谢谢 应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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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送你一句话 需要补身体的时候 就喝点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吧 还长头发呢 那么现在呢 到了这个投票的时候了 可口长知识了 开启投票通道 投票开始 好 投票结束 演一波最终得票 四百医书以后